希望你有一些內心的 因為康德你拿的不會認得 對 希望斯特加奇也不太認得 你要講 就是你講故事 你一定常會講故事 先講的是斯特加奇 可是我們時間夠 真的嗎 都可以啊 沒有啊 都3點50要直播 3點50 喔可以可以 或者我們把直播條件拿掉就可以4點 不能不能直播是很重要的 隨便啦 OK OK 那回來好了 開始 所以就沒有前導問題我就直接開始講了 就是刷腳 這邊其實有幾個朋友 我在台東的講座裡面有提到 那我們先快速的交代一下他們的基本的背景 Erin Schwartz差不多是我弟弟的那個年紀 然後跟我一樣是從非常非常小就參加網絡網路的建設 然後他從非常非常小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所有的知識或者是資訊 在這個年代就是權力就是力量 那任何人都會想要掌握這個力量 這個力量他可以是很集中的掌握在少數人手上 或者是他可以很分散的每個人都有這樣子的力量 那在前者的狀況他認為是很恐怖的 就是說會變成是說我們所有東西都要經過大公司 或者都要經過大政府的批准 我們甚至才能想這些事情 那在後面那種狀況他覺得才是網絡網路存在的價值 所以他就寫了一篇我有翻譯成中文的 叫做《開放禁用遊籍宣言》 大致的意思就是說圖書館裡面的東西 他也許目前還有著作權 那或者是說如果期刊論文 有時候只有付得起錢的大學才能夠去看到 或者是說有一些商業媒體發的稿子 或者是一些照片 那你只有跟他買授權你才能夠使用這些照片或圖庫 他認為首先在裡面的科學工作者 媒體工作者 藝術工作者 不管你花多少錢拿到這個 都應該馬上上傳到像海盜丸這樣子的網站上面 讓所有人都能夠免費取得 而且在外面的人也能夠用一切合法不合法的黑客的手段 然後來拿到所有的這些期刊論文 所有這些人類的知識跟文化 然後讓他分享出去 那所以在他進行這個他叫做游擊戰的這個運動的時候 那他當時是匿名發表的 的時候其實無可避免的會觸犯非常多法律 那所以才會變成等於是聯邦政府的一個眼中釘這樣子 那跟他同期我們有很多朋友做了類似的事情 那有一位叫做Julien Assange 他是創立了一個叫維基解密的網站 他自命為一個媒體 但是這個媒體跟別的媒體不一樣 就是說這個媒體他是專門保護他們的證人 甚至也不要求驗證他們的身份 你任何人把就是像美國國防部在伊拉克虐待囚犯的這些東西給他 他保證就是如實的刊登出來 然後看全世界的媒體要怎麼樣去使用 那也就是說他把第四權擴張到一個完全是類似國際性的 沒有任何主權國家的尊重或者這樣子的概念 他覺得說面對這種跨國的勢力 我們只能用這種跨國的方式來制衡他 那同樣他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一直被關在某個大使館已經好幾年了 然後沒有辦法走出他的地下室一步 這也是這樣子的狀況 那另外一位朋友可能大家就比較熟悉 是Edward Snowden 他是就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網管 那他覺得是說美國國家安全局做了很多 其實國會沒有授權他們做的事情 他作為網管有責任要揭露這件事情 所以因為這樣子他跟他的女朋友分開 跟他的家人分開 一個人逃到香港又亡命到俄羅斯 現在還卡在莫斯科 這個是回不來的 那大家當然都希望說歐巴馬可以特赦他 但是現在看起來也不是很容易 那所以說這三位朋友 其實當然Aaron最後是自殺了 但是另外兩位的狀況也沒有比自殺好到哪裡去 他們是完全處於一個被囚禁的 軟禁的一個狀況 那也就是說像這樣子的孤獨的感覺 對我來講是像是親人一樣的 就是說我想到他們的故事是會哭的 那並不是說我跟他們三個有合作 可能我寫過一些程式他們在用 那但是就是這種狀態的合作而已 那但是我會覺得是說他一個人 等於完全犧牲掉他作為一個在社會裡面的人 能夠享受的快樂 或者是能夠享受的就是跟親喊懷疑相處的那種時光 但是是為了說讓我們這一代或者未來的人 能夠不會喪失這樣子的可能性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 那這個東西我們在另外一個哲學家 叫做Homo second 就是說他這個人犧牲掉了自己 他變成犧牲掉自己的人 然後來確保說其他人能夠在未來還有 還有點論自由或者還有創作的自由 或者還有新聞的自由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禮拜五就是我對60位朋友 講Haren的故事的時候 我是運氣我會在台上哭的這樣子 那你Flight就是說你們想要對決 也就是說你想像的一個未來的事情 是什麼 如果你會覺得你會很痛 我又說同理 就是說你看到這幾個人 他們所做的事情 你會覺得非常的感動 非常的犧牲 然後自己可以成全一個未來 那你覺得那個未來是什麼 也就是說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想要一個更開放更多一個未來 是怎樣的未來 那之後我們也可以再問說 那怎樣的未來之下 我的教育很期待他們的進行 好 剛才提到的三個人 其實對未來有不同的想像 我非常快速的交代 Everne Schwartz他想要的是 任何人都可以當科學家 而不是只有在科學體制裡面的人 才能夠當科學家 Juane Assange想要的是 任何人都可以當媒體 而不是只有在主流媒體的人 才能夠當媒體 然後Everne Snowden 他想要的比較抽象 他想要的是 大家有秘密通訊的自由 也就是說 任何人都可以像是 在別人 我們這種面對面交談的情況之下 而不用擔心說 中間會有一個政府 或比政府大的組織 不但能夠竊聽 而且還能夠篡感人的資訊 他想要保障大家通訊的這個自由 那所以說 其實他們三個代表了網路裡面的 三個非常非常基本的 就是科學的文化知識的價值 媒體的理解的禁用的價值 以及人跟人之間溝通的價值 那這三個價值 並不是因為有網路 我們才覺得珍貴 事實上這三個價值 從有人類以來 有文字以來 就是珍貴的價值 所以無寧是說 由於資訊科技的興起 所以說 這些能力 這些自由被限制的 我們就是老大哥嘛 你去看1984 或者去看美麗新世界 裡面都講說 如果沒有科技 我們還好好的 但是因為有科技的關係 所以這些自由都消失了 一個一個消失了 那所以 我常常說 我是就是 保守主義的安娜奇 保守主義的無政府的分子 那我要保守的就是 人跟人之間在 本來沒有這些資訊科技的時候 大家彼此之間 還能夠有一些 最基本的尊重 最基本的隱私 最基本的禁用 最基本的這些價值 那這些價值 不要因為說 我們引進了資訊科技 就完全喪失掉 這就是這樣 所以你覺得它是掃失了 現在 在 對廣播的世界 我們也有 也看到它造成很負面的 就是說 效益 人跟人之間的 這個關係 那如果它繼續發展下去 其實大家 也不太確定 它會往野獸 那個方向發展過去呢 還是讓人越來更好 是 不過我剛剛是說 自通訊科技 所以自通訊科技 其實比網路早很多 那最早的 對人類有 強促影響自通訊科技 可能就是廣播吧 廣播跟電話嘛 對不對 那廣播的話 我們可以說它間接促使了 世界大戰 因為它 它能夠讓人聽到 超級有魅力的人 去發布 這個 要大家仇恨你的 鄰國人的那樣子的訊息 那 不管是 希特勒也好 或者是 其實丘吉爾也好 或者羅斯福也好 都是非常善用廣播的人 就是他們非常會 對對大家說話 那他們說的話是 調動大家裡面 可能最 你說野獸嗎 剛剛是用這兩個字嗎 就是說 像是野獸那樣子的情感 那你如果沒有這種 依對全國的這種工具 世界大戰不一定爆發言 說真的 對 所以說自通訊科技 影響人類的處境 其實早在網路之前 就已經非常嚴重 這樣子 那我們反而是覺得是說 網路行為是點對點的 所以你不只是能夠聽一台廣播 你可以聽無限多台 那你也不只是能夠 對十萬人講話 你也可以同時聽十萬人講話 它是比較對等的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網際網路它至少 比起廣播或者電視來講 是比較能夠回到 有廣播電視以前的那個 自由狀態的 那 那就是比較完整的在學理上 所以 又比較硬了 不好意思 剛才本來要哭出來了 現在又沒有要哭出來了 謝謝 大家好 我們現在聽鍵盤救人這個 我們之前只聽過鍵盤殺人 不曉得鍵盤救人 現在聽完你的演講才知道說 過去啊 我們都以為說 要救災就是要到現場 那所謂的駭客 就只會宅在家裡自己玩而已 那 你可不可以談談看 就是說 駭客們曾經主動協助 國內外的震災啊 或氣爆之類的一些 災變之後 曾經震災的經驗 是 我們有一個專門的字叫 Hactivist 就是 黑客運動者 對 那黑客運動者就是 他同時是有這種 創造性的運用資訊工具的技術 可是他同時又非常關心社會 那 這個在 尤其是在Aaron Schwartz自殺之後 越來越多的hacker 就認同他的理念 而變成了黑客運動者 這樣子 那 在這個大前提下 我覺得 因為5月14、15 我們在中研院 有一場十幾個國家的 黑客運動者 來分享他們救災的經驗 就是臨時政府年會 的這樣幾個活動 所以很多書面資料 大家可以自己去網路上看 那我就舉一個最簡單 而且大家可能最記得的例子 就是在差不多兩年之前 有一群人翻牆 然後進入立法院 然後在裡面就是 築起了巨碼 然後警察就衝 開始衝進來 那他們進去的時候還沒有警察 後來就很多警察嘛 對 那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那在當時有發表一篇部落格 說與其說是運動 不如說是救災 因為當時我們大家想的是 跟救災很像的一些問題 就這些人他們卡在裡面 那他們要吃東西怎麼辦 要喝東西怎麼辦 他們一開始就是連 連要解決這個 就是上廁所的問題 都需要非常多的技術來幫忙 更不要說後面還有氧氣不足 還有各種非常莫名其妙的問題 都會發生 也就是說那是一個很典型的 救災的狀況 那所以也是因為就是自動性技術 把他們的實際的狀況擴散到了 全國都知道 所以才會說 大家趕快連夜趕上去 有人從PC Home訂東西啊 送水啊 有各種物資線啊 然後等等的這些調度 那我在協助建立這些系統的時候 當然裡面有一個部分 是說大家反包圍警察 所以警察就不敢動 等那個比較屬於運動的部分 可是絕大部分就是像 當時有很多醫師 他是無常的就去那邊 他不是只是保障學生的身體 他是保障警察的身體 甚至所有人的身體 那個他們是保障的 或是當時去的律師 他們是保障所有人的正當程序權利 他們也不是只保障學生 或者示威者 那所以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保障大家的通訊的權利 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Crisis 是一個災難 在這個災難裡面 我們一下子 本來是斷水、斷電、喪失通訊能力 然後所有這些東西在 你剛說氣胞或症災 更大規模的那些狀況 其實都發生了 那所以我們就是用 同樣子的一套系統 同樣子的那種想法 盡可能把他們的實際情況 讓所有人看到 而且讓願意幫忙的人 真正能夠幫得到忙 那所以完全一樣的系統 也在後面的 就是不管是高雄氣暴 八線城暴 或者是其實台灣真是多災多難 台南地震 就是所有這些東西裡面去使用 但因為有書面資料 我就不再多說 所以你幾乎參加每一個救災活動 是這意思嗎 應該是說我們建立的這套系統 在每一次的時候 它都會更加被改進 或是更加的發揮 那當然我其實只是提供 軟體方面的支援 硬體我其實不是那麼懂 所以每次都是結合上百 甚至上千個朋友的努力 那所以我其實不敢鞠躬 但是就是有多少時間 就做到好事 這樣 有一個就是說 你之前形容說 你投入這些活動是被推坑 然後還掉進去 就限個十年 出不來 那到底是什麼動機 讓你就是自己心甘情願 一再被推進去 就是說 因為這些坑 正是因為它做不完 所以它是一個無止境的遊戲 就是Infinite Game 那它是一個無止境的遊戲 有止境的遊戲的問題是說 你會破關 你破關之後 那個遊戲就不好玩了 你知道嗎 大部分遊戲是這樣子的 那所以不管是說 你把這個念到博士當作一個遊戲 或是你把這個買到房子 當作一個遊戲 或什麼東西 你有一天你就破關了 那你破關之後 你突然就覺得說 這好像也沒什麼 雖然之前可能覺得很重要 對 那所以有玩過Candy Crush的人 可能都知道 這個我在講什麼這樣子 那所以這種無止境的遊戲的好處 就是說 正是因為它玩不完 所以說 你就可以一直得到快樂 那快樂是用不完的 而且你也知道是說 你走了之後 從這個世界 或者說從這個坑離開之後 有人會繼續玩 因為它是玩不完的 那所以這件事情 本身給人的快樂 是很純粹的 它不是因為你的分數比較高 因為你破關了我還沒破關 或者這些東西 它是一個就是無止境的遊戲 所以無止境就是有這麼多坑要補嗎 對 就是說政府不管是怎麼樣 你無止境就是要 駭客們來補這個坑嗎 是這樣嗎 就是整個政府 整個社會 它只要人跟人之間的溝通 沒有達到完全的理解 它就一定有一些東西 是我們做自通訊技術的人 可以增進的 可以幫忙的 所以它當然是無止境 很快進行到最後一節 等一下前面如果有一些補問 我們再回去 因為我們看到書上講說 你在十一歲的時候 就跟媽媽講說 發願要投入台灣的這個教育改革 那我們看你這兩年也陸續 就是加入了國教院的特綱 特權發展委員會的行列 你理想中的教育欄圖是什麼 你打算如何貢獻你自己的力量 為下一個十年孩子化出學習的新娘 是 我在國教院最主要的工作有兩個 一個是說 因為我沒有念過什麼國中課本 我完全沒有念過高中課本 所以在審定國中跟高中課綱的時候 我蠻中立的 也就是我不會站在哪一派的這個論點 然後好比像說 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就是說 當時我們在課發會討論說 教官要不要退出校園 這個是一個高度爭議性的一個題目 那當時本來在課綱裡面是寫說 這些就是類似軍訓或全民國防的這些課程 因為國防跟救災其實是一體兩面 那所以說 當時本來是說 由教官或教師來進行授課 那但是呢 就會有一些朋友覺得是說 可是這樣的話 教官是不是就退不出校園了呢 因為我們把教官寫在課綱裡面 對 所以他們堅持要把教官拿掉 那但是很多實務第一線的校長會說 可是現在最懂全民國防的人是教官啊 你把它拿掉的話 我們怎麼樣變出一個老師 來教大家說碰到災難的時候要怎麼辦呢 這樣子 那所以就真的是有相持不下的這種狀況 那當時我提出一個很具體的意見 就是說我們就是在課綱裡面寫 由教師 左括號 官 右括號 進行授課 在底下用互助是說 在這個有充分訓練的教師的時候 以教師優先 在還沒有的時候 仍然可以用本來的教官 這樣子的方式 可是你知道我之所以能夠提出這種建議 是因為我連教官是什麼都不知道 沒有 我沒有碰過教官 對 所以我完全是一個完全抽象的態度 在處理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我的一個 我想蠻具體的貢獻的角度 那另外一個角度是說 我進去是我第一次開會 第二次開會 各八小時 我用手打了大概六萬字 等於是說我把我聽到的幾乎每個字都打了下來 那花了大概一個禮拜手才恢復 那很痛啊說真的 這其實還蠻大的耶 對對對 那 所以直接現場聽 就是像記者 就聽打 就聽打 對對 那因為我聽打大概有每分鐘一百二十字左右 那所以是摘要至少是能夠記得到的 那但是一百二十字很少有人連續打八小時 何況是兩個八小時 而且我們中間不休息喔 就是連吃午飯休息的時間都沒有喔 所以那是很累的一件事情說真的 那後來當然就是因為我提出一個課發會紀錄辦法 每個語言可以再帶一個專門來打字的人 所以至少有兩個人輪流打字 對對對 那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就是後來整個課剛制定的過程 就是用這種逐字稿 然後每個人講話都具名的這個方式 把它完整的記錄了下來 那當然我後來找了那位朋友一分鐘打四百字 而且手不會痛 所以這個就分擔了許多我的工作 那這個的特性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教育它畢竟是決定下一個世代文化的事情 所以它的過程不透明才會造成 其實剛才沒有講到林冠華 不然我也是會哭的 對那所以才會有很多人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 去保證說下一代的文化不要受到這種不當的操控 那這種不當的操控具體的體現在 就是說你有一群人 然後這群人就是在課剛裡面加了一段 他加了一段的時候連自己是誰 都不願意揭露給全國的人民知道 而且還說課剛頒布的那一天 就要我們的會議記錄錄音什麼全部都要消滅 這樣子對那所以說這是 這是就是說我們真的解言了嗎 這樣對所以在那個狀態底下 我會覺得是說這種最基本的透明是最需要的 就是以防閉的角度來講 那但是等我真的進去真的做了足字稿之後 我就發現那個心理的角度其實是更重要 因為只要知道有足字稿啊 我們開完會大家每個人都會收到一份嘛 所以如果有人答應說下禮拜要交什麼課剛的 的什麼這個說明啊 或者大考中心答應要回覆啊 可能其實有時候人講完就忘記了 可是因為每個人現在手上都有足字稿 他們下禮拜就非教不可 等於說你承諾什麼你就一定要做到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我們在討論到很多議題的時候 會有很多朋友有不同的意見 好比像說像性別平等法如何落實於課剛 當時就有兩三邊的朋友 甚至已經要到包圍國教院的那個程度 相信你們比我還要熟悉啦 那但是呢其實很多朋友是因為不知道課剛制定的過程 所以有非常多的想像 他們會覺得說久久課剛就會沿用啊 或什麼之類的 那有足字稿的好處是說 至少這些團體很多是搭車北上抗議啊 他們也付出非常多交通的成本 那至少他們來的時候可以先update一下 直到說我們上個禮拜 對於好比像說性別平等法的落實 目前是到什麼狀況 他們抗議才是抗議當下的狀態 而不是抗議一個月前 一年前或甚至五年前的那個狀態 這個對每一邊都是適用的 也就是說抗議當然是每個人的自由 但是當抗議的狀態是過去的狀態的時候 那抗議其實是對於我們做課剛制定的人士 那個對話是無效的 那我覺得這個之前的責任大部分是要落實的 在國家園身上 因為他們並沒有即時的去讓大家知道說 目前的狀態到了哪裡 那到我們現在即時的揭露這個資訊之後 後來我們就會發現說其實抗議的朋友們 看到他們上一次抗議 我們下一次馬上討論 討論之後馬上就有所折衷 這個對話是慢慢可以聚焦 慢慢有共識的 所以像信品到後來就是取得了初步的共識 那我覺得這也是有幫助的 所以你覺得就是 資訊透明這件事是完全重要的 就像應該去年蔡主委 蔡英俊委還在的時候 其實參加Mita One的那個 她現在還在嗎 她現在還在嗎 她現在不是那個了吧 故事科技的主委 都是啊 到520還是呢 現在還沒有5月的時候 什麼什麼盟葬委員會 不是吧 我看我昏了嗎 她對 你昏了 因為我們昨天才跟那個蔡英俊政委開會 好 謝謝 所以還是就是V台灣的那個 對仍然是V台灣 對 然後臨時政府其實也都是要把政府的所有資訊都透明化 所以這個是不管在哪一個部分 你都覺得這是一定要做的事 就是完全的資訊 因為其實立法院跟司法院本來就在做這種事情 也就是說在立法院裡面 目前所有的不管是主制稿也好 質詢稿也好 甚至他們現在就是副院長不是還說 以後連那個黨團協商都要直播 然後什麼東西嗎 就是說其實立法院本來就是這個前提底下運作的一個機關 因為理論上它要代表人民說話嘛 只是說之前他們繞了很多這個可能比較照不進去的地方 來當作他們的一些就是喬事情的一些方便之門 但是在本來的憲法設計裡面 立法院本來就是要在完全透明的情況之下運作 那同樣的司法院也是有主制紀錄 也是有書記官也是有這些制度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司法改革也是在說他們其實繞了很多路 所以變成是說可能你看主制稿也不太有用 你還要回去掉路因等等 也就是說本來立法跟司法院就有這樣子的使命 你從憲法來看從他們組織法來看 那只是說他們限於科技工具的不足 沒有辦法完全的達到那個狀況 那現在足了所以他們自然就往那個方向走 那但是在行政權裡面一直都沒有一個這樣的習慣 所以其實真的要講黑箱 行政院是最黑箱的 那所以我們說這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嘛 所以最需要那個光照進去的 目前我看起來還是行政權 所以就是為什麼就是最近一年來都在跟就是 事務班的朋友們介紹或者推薦他們使用這樣子的心態 大概是這樣 那你覺得就是對台灣的教育 你現在看你覺得台灣的教育 尤其是基礎教育 你覺得還有什麼地方是你覺得 一定需要改進去的 是我們在做107課綱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很基本的想法 最基本的想法就是把小孩的那個自發自主的那個學習 放到守衛去 他們的守衛價值 自發互動共好嗎 自發是守衛價值 接下來是能夠跟人互動 接下來才是大家一起願意 就是彼此雙贏或多贏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跟以前的課綱的設計是相當不一樣的 因為當你把自發放到前面的時候 你等於是承認 體制教育沒有辦法幫小孩決定他要什麼 是小孩自己才能決定他要什麼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課綱的方向並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我當初願意去去擔任委員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希望我們課綱形成的過程 以及包含政策形成的過程 不只是在公民課上面 也許可以當作補充教材 而是說每一個部會 每一個立法院的委員會 現在都是用公開的方式來說 我們當下這個社會碰到什麼問題 我們想要怎麼解決 那小孩在自己取得這些資訊的過程裡面 他就直接參與到了社會 他不需要等畢業才參與這個社會 我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來講 就是說在我們幫教育部 校定他們的重編國語詞典 也就是蒙典這個計畫的時候 其實非常多貢獻的人就是小學生 因為他們在學這個字的時候發現 好像字典裡面描述有點問題或什麼 他們才是每天使用的人 所以對於蒙典做出最具體建議的是 是一個小學三年級的朋友 然後我之前也不認識 然後他就說你們這個逐字寫筆畫的動畫 他這個不太顯眼 然後或者是說 我們在課本上面都要求楷書 那楷書跟黑體它的筆畫 其實有時候是不一樣的 所以是不是我們還是先把楷書先顯示出來 之後再說明的地方給黑體等等 那這些其實我離小學三年級很遠了 我是不會想到的 但這是他們每天的現實 所以他們就想到了 那所以他們的貢獻 教育部也合併回去 然後也變成教育部的最重要的一個修訂的來源 那我覺得說 也是讓小孩建立一個習慣 就是你是在九歲的時候 你就可以參與社會 教育部就因為你變得更好 而不需要等你講大 這個小朋友是會E-mail傳到他的感想嗎 很多是E-mail呢 也有Facebook 也有老師自己拍了很多照片放到Flickr 就是因為他們是把學生帶到電腦教室去上國文課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對 而且特別是我們之前在台東嘛 那但是我看蒙點的使用群體 最多的就是台東或者澎湖 澎湖也非常多人 那我們完全可以想像 因為他們並沒有那麼多的實體資源可以使用 對 所以線上資源變成他們最重要的一個來源 對 所以你參與教育與改變 就是從正常的一方開始 就是這樣子 這還有兩個小問題 對 你最喜歡的電腦遊戲是什麼 它吸引你的原因是什麼 我最喜歡的電腦遊戲喔 還有在玩 這裡要分幾個層面 就是說 因為其實網際網路 就是一個最大的電腦遊戲 你有這個遊戲 電腦跟電腦之間才能一起玩 你沒有網際網路這個遊戲 電腦就是一台個人電腦而已 對不對 所以網際網路這個東西 它本身就是一個玩不玩的遊戲 但你一定會說這台影 那所以 我們就趕快來舉一些實際的遊戲 我現在這一秒鐘最喜歡的遊戲 叫做Tilt Brush Tilt就是傾斜 Brush就是畫圖 那之所以是我現在最喜歡 是因為我昨天晚上才開始玩 它怎麼玩呢 它怎麼玩 它就是你戴上一個虛擬實境的眼鏡 然後你手上有一個手把 然後你就開始在空間裡畫畫 然後呢 畫圖顯示在哪 在你周圍 它是一個雕塑 就是說你畫一個圓 你就可以走開一點去看那個圓 然後像他們有請 當初畫小美人魚的那個畫師 在空間裡畫小美人魚 對 然後對 那我們的攝影師朋友 這個顯然有看過這個東西 對 然後那 當時他就說 這不是畫畫了 這是雕塑了 也就是說 它完全透過空間雕塑的方式 它雕塑了一隻小美人魚 它可以繞到旁邊 它可以走進那個小美人魚的側邊 去看它的臉 再幫它刷上一些腮紅 然後再往後面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 空間變成它的畫布 它的畫布變成沒有極限 然後這樣子做出來的雕塑 你透過三維印刷 你就可以印成一個雕像 你透過虛擬實境 你就可以讓大家參與 那所以說 這個是目前我最喜歡的一個遊戲 當然一部分原先 我昨天才開始玩了 對 那但是真的很好玩 非常推薦大家玩 所以虛擬實境 就已經現在是這個樣子了 是 那你要戴一個 就是 一個頭戴式的眼鏡 對對對 我今天有戴來了 就是那個東西 然後這個電腦要有什麼 基本的 那個東西是配手機的 那但是 就是toothbrush的話 它目前還是要配一台筆電 或者一台桌面上面的電腦 因為它是要配一個控制器 就是這個這種筆 那但是 就是 配手機的那個 現在也在出這種筆 所以可能過幾個月 就可以這樣花了 那很神奇 你說是一個空的對不對 對 如果你不戴眼鏡 看不見 是這樣嗎 如果你在那裡玩 你在那裡弄一個雕塑 應該是說 我現在雕塑的時候 你在旁邊的螢幕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看什麼 所以它 對 那它所以還是有一個二維的投影 對 對 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東西 可以把它列印出來 對 是的 然後 下一位就是 那你還看書嗎 最喜歡的一本小說 跟主角分別是什麼 好 我還看書 對 還看書 那 那我看書的方式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對紙沒有留戀 所以我是用一台材質 先把書的旁邊裁掉 這個叫自吹 這個有一個專有的名詞 吹就是吹飯的吹一個火一個欠 然後我把它的書的膠裝裁掉 然後呢 把它20頁20頁的未進掃描機 那那個掃描機 它是雙面掃描機 而且掃描速度比一般印表機還要快 所以說可能不出十分鐘 一本書就消失了 然後它就變成電腦裡面的電子書 然後因為它在一面掃裡面 還會做光學文字辨識 所以說其實之後 你就可以做全文的搜尋 那對我來講 有沒有全文搜尋 是差很多的 就是說如果沒有全文檢索的話 那我要找這本書裡面 某一個字出現在哪幾頁 我要花很多時間去折啊 還要書籤啊 還要什麼東西 對 各位是紙本媒體嘛 相信有非常非常充分的經驗 對 但是當你把一本書用這種方式 可能不到五分鐘 十分鐘 就電子化之後 接下來你就可以開始打入關鍵字 然後就這本書裡面出現在關鍵字 每一頁 就出現在你的面前 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是這樣子在看書的 所以書只有在送到我手上的時候是紙 看的時候就已經不是紙 那我問你 為什麼你去買市售的電子書啊 太少是不是 選擇太少是不是 市售的電子書 絕大部分 它是沒有紙本書的相對應的 如果現在還有人在印紙本書 那就是因為他覺得有紙本存在的必要 不然他都直接指出電子書了 對 所以這兩個在目前是有種互相排除的狀況 那雜誌比較不一樣 或報紙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它要反應當下的狀況 所以它會兩個都出啦 那這是先講案前面 那所以說有電子書 我當然就直接取得電子書 那但是大部分時候是沒有的 那所以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用這樣子的方式做出來的書 當然有非常多 那我最喜歡的 你要說很硬了 就是字典 那 字典 對 但是字典是沒有主角的 很不幸 所以 所以 都可以 都可以 我最喜歡看的是字典 對我最喜歡看的是字典 我最近 被我這樣處理完的書 是上海話大字典 那就是無語 對 那就是上海話大字典 上海話大字典 那上一本被這樣處理完的書 是烏手李老師的國台活用詞典 是他畢生心血的結晶 為此得到國家文藝獎 對 那然後再往前一本 是阿美語的詞典 方明英老師所做的 那再往前一本是 很多啦 其實我想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那所以就是說 你之所以喜歡字典 對 我之所以喜歡字典 是因為那是你認識一個文化的方法 就是說 方明英老師當時記錄下阿美族人的生活的時候 他是把他聽到的每一個字 都附上了英語跟中文的定義嘛 對 那他以他當時做一個傳教史的了解 來理解當時原住民的生活 他不帶任何判斷的 而且有時候還會附很漂亮的圖片 好像是這個一個三角形的篩網啊 或者他們生活的這種狀態 那也就是說在我們做這些字典電子化的過程裡面 我們等於就是活 活進去了 當時的那樣子一個部落 當然以阿美來講 他們現在還非常的蓬勃 所以那個是一個活的一個文化 那但是當我們在做一些像像族魯 或者是一些蘇土族的字典說 有時候那個文化已經不在了 對所以你就是用這種方式去去經驗 那個已經不在的社群的生活 那如果是還活著的社群的話 那你就是在經驗著它的復興 不管是上海話的復興 還是阿美女的復興 這些都是你跟那個社會 纏山連帶的方式 所以我去台東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次就是買木瓜牛奶冰啊 或者是看到一個什麼篩瓦啊 我就可以用電子字典查出阿美女的字來 然後用那樣子跟阿美族朋友們溝通 他們都很高興覺得是說 所以你不是用漢族的觀點來看我們 你是真的用我們的觀點來看我們 那我覺得這個是人跟人之間對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是沒有主角的 所以我們回到有主角的說 主角的說 譬如說我很好奇的一天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比如說你花多少時間做電子的事物啦 或者是說花多少時間跟你全世界的朋友們討論什麼事情 就是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大概一天長什麼樣子 好啊 OK 好 終於有主角了 剛才有主角的那本書 我本來是要說Finnigan's Wake 就是芬妮跟手靈葉 現在也有中文版了 只翻譯了一小部分 那但是因為那個可能要看書面資料 我們不在坊綱裡面 所以我們就帶過去的話 我的一天 我現在今天啦 大概是 七點多起床吧 然後起床之後 就是在整理昨天晚上的虛擬實境的錄影 因為我們昨天晚上七點到九點 才在行政院開了會流無法的最後一次的 就是公開諮詢的會議 那現場有大概一千多到最後剩七百多位朋友 跟我們一起在線上去把會流無法做得非常細緻的一個討論 那也就是說行政院在把東西送進立法院以前 之前是NCC關起門來討論 最多約幾個業者來嘛 那現在我們是讓整個社會一起參與討論 所以像很多 我記得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昨天有一位專門幫台東蘭嶼這些地區的廣播業者 講話的一個廣播協會的理事長 在之前NCC的徵詢會議的時候可能沒有邀導他 這樣子 因為可能小功率電台不在那個名單裡面 那可能他就很明確地講了一些就是說 他們目前的廣告一定要說進廣告 有的時候他放一段這個有廣告的音樂還會被裁罰 然後裁罰這個最小九萬這個也太重了一點 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還會覺得說頻道可能已經就是已經飽和了 那他們現在願意聽他們廣告還願意買東西的 只剩兩百個人在整個那個東部的地區 所以要支持一家小功率電台的營運已經非常困難 那我們如果再引進更多的電台的話 那事實上是已經經營不下去了等等 那他會分享很多他自己的事實上面的經驗 跟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是非常的感動 因為如果不是有這樣的機制的話 我們聽不到這樣子實際的這樣的狀況 而且也是在線上上千位朋友一起聽到了 那所以我一起來就是在整理昨天的虛擬實境的紀錄 以至於說以後你用你的手機滑一下 或是戴上一個眼鏡 你可以回到我們昨天開會的現場 然後去看說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大家臉上的表情是什麼 這些東西 那這是我一起來就做的事情 對 那然後接下來我就取消掉跟我媽的午餐的約會啊 對然後就花了蠻多的時間 在看你們的坊綱上面 然後就是想一些書面的回答 那然後在就是一面做這個的過程裡面 一面還因為我所維護的一個網站 就是線上多人的試算表 剛好就是碰到了一個技術上的問題 所以當戰了 所以我還要趕快寫一個聲明啟示 跟大家說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升級我的Linux系統 所以現在當戰了 然後全世界可能上萬位朋友 現在就沒有辦法再寫入他們的試算表 那他們還是可以下載 所以我就把它轉成就是唯獨的模式 然後寫了一個道歉的聲明這樣子 然後這個又花了我半小時的時間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也花了許多時間去看 就是昨天網友們對於我們的這些線上公開的這些討論 那有些人是說很感動因為聽到我的畢業感言 因為是我最後一次當主持人了嘛 那我就是說以後希望國際法治上面有任何 跟其他國家的法治的談判或這種時候 不管哪一個政府希望都能夠重啟談判公開透明 因為我們真的是民主的台灣等等 那大家就是覺得真的很感動 那所以我又看著大家寫給我的感謝信 我也覺得很感動 所以在感動上可能也花了十幾二十分鐘 很蠻有內心性的嘛 對對對 然後對啊真的是這樣 因為有時候你不從別人的角度看 你不知道自己講的那些話別人是怎麼看的嘛 這樣子對 然後接下來又準備這個週六週日有一個國土規劃 就是我們現在剛通過國土計畫法 但大家不是很知道說國土計畫跟都市計畫 要怎麼做串接 那所以在這個週六週日就有朋友辦了一個工作坊 然後把大家做文資的 做保存的 做環境的 做水資源的 大家聚在一起 那因為週六我有另外一個活動 我自己沒有辦法去 所以我就是買了一些記憶卡 然後再配上桌上的這個錄影機 然後跟他們約好說 我禮拜六猛點送之前 我八點半就送過去 然後那買了四張128G的記憶卡 每個可以錄四小時 所以就等於可以把他們整天的工作坊 用VR的形式保留下來 那這樣我雖然沒到也跟到了也差不了多少 因為我可以可以可以在事後 對對對 在事後回去看這樣子 所以也就是跟就是 朋友們就是做了一個調整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週五 跆拳會邀我去彈Aaron Schwartz 所以那一方面也是說 我們在場地上面 我說能不能有兩個投影機 一個播電影 另外一個就是播我即時的這個手寫 那我可以終整在場朋友的問題 或者情緒 但是那個電影不需要因此而暫停播放 這樣子 那所以在具體的互動空間上面 做了一些設計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開始搭車過來的時候 在做的事情 然後就到這邊了 所以我半天的生活是這樣子 那想一下接下來 你為什麼那麼快趕得回去 你要參加什麼會 接下來我要做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是佛洛伊德做開創的一種方法 這種方法是每一天 你花一個小時左右 四十五分鐘到一小時的時間 躺在一張牆椅上面 然後去回想 說你昨天做了什麼夢 你今天碰到了誰 你有什麼感受 你有什麼想法 然後 我當然是跟分析師 當然是跟分析師 那是線上這樣子嗎 對他在巴黎 我分析師在巴黎 那然後我們就透過 我只要做一次這個活動 每天 每天都跟那位巴黎的 也就是說精神分析 你一個禮拜至少要做四次 才能做精神分析 不然叫做心理治療 對 那我以前有到一星期六次 那現在一星期六次 真的有點困難了 所以我現在是一星期四次 就是很多人做各自不同的事情 那重點說 在那一小時裡面 你是處在一個反思 反省的狀態 那就是說沒有辦法三省無聲 至少做到一次吧 就是說 那在那個狀態裡面 你不急著去跟外界互動 而是你去想說 我前二十四小時 跟外界的互動裡面 我產生了什麼感受 什麼情緒 這些跟我同年的 或者我少年的時間的感受情緒 哪些是相連的 那哪些是不相連的 不相連的那就是新的東西 那新的東西我要怎麼樣去理解 去感受 然後去文字化等等 那也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可以知道說 什麼時候我是把你當做我的小學老師 這樣子來互動 而不是把你當做真正的你來互動 那隨著每天這樣子反省 我已經做了四五年吧 我慢慢就達到一個狀態 就是我就是 以各位當下的狀況 在跟各位互動 在跟各位互動 而不是把各位當成我小時候的誰 來互動 這樣 所以你覺得他是有這個必要性 為什麼知道要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你怎麼知道 而且怎麼找到一個在巴黎的 要講法文嗎 講英文 對我們都不是母語 對 對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接觸這些東西 不管是容格也好 或者是奧修也好 或者是 其實這些東西其實都非常非常早 那可能是我一認識就開始看這些東西 這樣子 所以 所以你問我什麼時候開始接觸 我已經不記得 一定是四五歲的時候 對 四五歲就看容格喔 對啊 對啊 那 自己看嗎 當然查字典 對 但 但你知道 你知道越是這種東西 就是容格 或者是 我們說道德經 或者是這些修行的東西 其實對小孩越容易 因為它越不依賴於你 跟社會已經存在的經驗 你又去看經濟學 去看社會學 小孩是看不懂的 對不對 我們只聽說過數學神通 音樂神通 我們沒有聽說過經濟學神通 社會學神通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是靠著跟社會的對話 你才能夠理解這些軟科學 但是我們也沒有聽過 對 有啊 克里希拉木提就是啊 誰 克里希拉木提就是啊 誰 克里希拉木提就是啊 不是 克里希拉木提 他是 欸這裡已經沒有人聽過克里希拉木提了 好吧 OK OK 好 那達賴也是啊 那就在他被認證之前 對 那很多人是這樣子的 對 就是說只是我們這個文化裡面 比較少這個狀態 在西藏他們叫靈童嘛 就是說你很小就 反思能力就非常的好 這樣子 對 那所以當然在西藏他們到最後都變成人柏切了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本來有這樣子的氣質的小孩 在各個文化裡面就 就都很多 就都有 而且都很多 所以你從四五歲開始就有興趣 對 都非常有興趣 那真正這樣子做是 對 那真正做practice 是 我記得好像是六歲的時候吧 開始做 就是 全真派的氣功 那那個氣功裡面有一個部分是 冥想打坐的訓練 所以就是盤腿 然後可能雙盤 然後坐在一個 鋪團上面 然後去冥想自己的身體等等 那這個其實也是在做 就是同樣盡心的工作 那後來禪坐也是一樣的訓練嘛 那所以我小時候也是可以這樣做一個小時 就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並沒有任何中斷 那變成精神分析對我的主要差別是說 我以前在打坐的時候 我自己的思緒 即使是完全清空了 那我想到或悟到什麼東西 它不需要文字化 它是我自己的一個純然的感受 但在做精神分析的時候 它是鼓勵你 一面有感受一面講出來 所以那對我的差別就是說 我以前有的一些感悟 我可能自己只能回想 但現在我等於是這樣子做完之後 我馬上可以寫成文章 馬上可以講出來 馬上可以變成演講 這樣子那是對於社會對話是有幫助 對於社會對話 對於我跟社會的對話是有幫助的 對 所以每天要做一個小時 對 下午的時候 對其實每天時間不一樣 因為時差 對它是早上 對 對 經濟很高 然後呢 就這樣嗎 你說今晚喔 對 OK 今天晚上其實我沒有拍任何事 我一天只拍一個實體的事情 對 那所以我想一想我今天晚上 其實我不知道我今天晚上要做什麼 要看實際的情況 那我如果沒有任何特別的事情的話 我可能就是回到Tilt Brush裡面 繼續在那個三維固件裡面 畫圖會玩好一陣子啦 這個是真正的 那當然回去也要轉檔 把這三個攝影機錄的東西上傳過去 然後可能下一個標題 然後自媒體嘛對不對 就變成大家可能會比較感興趣收看的節目 是電靈手報導 所以也要做一些後製的工作啦 但可能不會花超過一小時 對 好 最後一個問題囉 你現在過的生活你自己覺得開心嗎 還有 有沒有什麼心裡非常想做的事 非常開心喔 就是說我很享受這樣子一個 現在採訪或者對話 或者互相錄影 對對對 這樣一個過程 你自己的生活啊 我現在生活就是當下的生活 我沒有別的生活 就像你今天這樣描述說你這樣子的生活 對 那不是只這一刻喔 然後你在做的這些事情 一個人除了這一刻之外 沒有別的生活可言 一個人除了這一刻之外 沒有別的生活可言 生活的範程是什麼 生活什麼 的範程是什麼 生活的範程 那就是對過去的記憶跟對未來想像 不是嗎 那對過去的記憶我還蠻開心的 對未來想像似乎也是有無窮的可能性 所以應該都是開心的 那你還有什麼想要完成的 因為我感覺你好像一個人過了好多的人生 不同的人生 那你做了很多的事 那你還有什麼是想要做的事嗎 想完成的 因為我想做的事都是無法完成的 這個我們剛才很細緻的討論過 對 那只要是能夠完成的事我通常不會去做 對 那然後 只要是能夠完成就不會去做 對 我是不會去做 如果各位要標題的話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標題 對 或是有結合的game 對 那然後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也就是說 我想要做的事情完全取決於 當下其他人想做的事情 好比像說今天我們本來不是要在這個攝影棚的 我們本來是要在別的地點 但是因為可能各位覺得說這個環境對各位是 放心的或重要的或等等 那所以它也會影響我覺得重要的事情 我也會覺得說好 那我也把這個很認真當然會去看待等等 所以說 其實它並沒有一定我自己要怎麼樣 而是跟我有接觸的人 不管是熟人也好陌生人也好 他們覺得什麼是重要 然後來影響我覺得是什麼是重要的 代表是這樣 那可是一般的人 對不起 一般的人會覺得這樣子 那我就沒有我自己 我的意思是說 你一直 我感覺你是 就是你自己好像也是一個平台 就是你是完全包容的 我就想說 看起來也是很水準的 因為你可以配合我 你可以配合你 可是很多人會覺得 那我這樣沒有我自己 可是對你來說 這並不是 你知道我看康德看到哭的那一段是什麼 那一段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有自己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幻覺 然後呢 可是你不相信這個幻覺 你不能活在這個社會裡 這它叫規範性意念 那這個是整個康德哲學的核心 也就是說 本來就沒有自己 聖言也會這樣說嘛 他最後留下那首詩就是這樣講嘛 說本來沒有我一切皆可靠嘛 那可是我們如果不先假設 有一個我自己 其實你跟社會是無法對話的 因為社會還是需要一個個人 一個個人一個個人 你們還是需要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有從前 有現在有未來等等 所以說 在進入這樣子一種脈絡的時候 我是有自己的 可是這個自己是完全 有旁邊的環境所決定的 就是這樣 超哲學 是啊 好 好 那就這樣喔 我還有故事 謝謝大家 直播的部分 好 我想你可以帶 你可以帶著你的